焦点回到台湾来关心高龄98岁的前总统李登辉 昨晚10点左右被送到了荣种急诊 因为护理师帮李前总统量测血压血糖之后 给予牛奶做营养补充 但因为喝太快不小心呛到了 李前总统不断的咳嗽 担心有吸入性肺炎 为了慎重起见 目前留院观察 而办公室主任王彦均说 检查之后一切正常 李前总统的身体状况良好 确定没有大碍 最快今天可以出院 去年10月出席基金会募款餐会 前总统李登辉虽然坐着轮椅 但气色看起来不错 还逐桌上来宾致意 身体状况外界很关注 不过8号晚间金船送荣总就医 因为护理师在为李前总统测完血糖跟血压之后 给予牛奶补充营养 但李前总统喝太快呛到不断咳嗽 李前总统也说会有想吐有不舒服的感觉 因此送荣总检查 担心导致吸入性肺炎 未求慎重起见 在医师的建议之下 李前总统留院观察 家人也陪在身边 李前总统的意识清楚 生命迹象稳定 没有大碍 李前总统在中年时期患有糖尿病 曾接受心脏支架手术 2011年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罹患大肠癌 手术切除约25公分的结肠 2015年有小中风的情况进行追动脉支架致放手术 2018年底不小心在卧房跌倒撞伤 美股上方也曾经入院观察治疗 今年总统大选之后 成功连任的蔡总统跟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前往翠山庄拜访 为李前总统提前助寿 也向他说明大选结果 当时李前总统精神状况都很好 这次虽然只是喝牛奶嗆到 但李前总统年时已高 又有许多慢性疾病残身 在接受电脑断层扫描 详细检查之后 确认没有问题就可以出院回家 记者消费红卫财台北报道